而日前在台北市的南港区新明街发生了一起抢案 当时一名王姓女工程师下班收招 遇到骑车的嫌犯从后方来扣近抢夺她的背包 不过当时这名女子她牢牢抓着背包不愿意松手 就因此遭到抢匪拖行十多公尺 造成全身多处擦伤 嫌犯刑抢不成随后是加速逃逸 根据了解这名郭姓嫌犯她前科累累 至少犯下了五十多起案件 警方讯后是将男子依送法办 而日前嫌犯也遭到检方起诉 女子撑着伞被包包走在路上 一名男子骑着机车越靠越近 经过女子身旁时要抢走她的侧背包 女子连人带包抖在地上 仍然紧抓着包包不放 被骑士拖行了十公尺 身上多处擦措伤 这名嫌犯相当狡猾 当时从基隆一路骑到南港 甚至用口罩来遮住她的车牌 躲避警方追气 但仍在24小时内最后被警方逮捕 事发在台北市南港新明街上 这名郭姓抢匪前科超过50条 因为没有工作缺钱花用 从基隆驱着机车到南港犯案 边骑边搜寻下手目标 找到落单女工程师 没想到被害人沿路护包包 被拖行十公尺 全身多处受伤自行就医 而这名抢匪行抢不成赶紧落跑 警方事后追查郭姓抢匪到案 而他相当冷静 似乎早就料到会被找上门 今年43岁的他却前科累累 在事发地点附近埋捕 锁定落单女生铤而走险 飞车行抢 专案小组于案发布到24小时 即锁定郭姓出没地点 时区表将其具体到案 并于习住家起出犯案用服装机机车 序后一抢夺罪嫌 移送台湾市领地方检察署侦办 郭姓抢匪涉嫌窃盗 抢夺毒品等51项前科 特地从基隆到南港行抢 事奉后隔月又在基隆 锁定落单女子下手遭到逮捕 义无所获狼狈落网 飞车抢夺冠犯也遭到起诉 只盼他能学到救训 好好工作 据腿人想速配与台北赛访报道